平常做動作會有這個動作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舒服呢 很不舒服 這個可以用這個方法去做一個雜大動作 這個動作都少了,不漂亮,不醜樣 後面摸摸,把一塊布分發 分發 上面的方法先,上面的方法 上面的方法分發快步 把這個方法放出來 就是在這個方法,分發快步在內 這樣坐在這裡,就變成了方法 這樣儘量把手放高一點,分發快步 如果摸得不好,他沒有摸布,封琴式摸法 他不能摸,明白為何要封琴 OK 然後第二,坐 由Seed開始,坐在這裡 坐在這裡,在摘背部 摘一些姿勢 好,然後隨便一邊 你可以做左邊,或者右邊也可以 拔了半部,跌了屁股 變成了腹部 另一個是站 站在這裡,又站在這裡 好,站在這裡 心膀質 通常我都會這樣擦著 如果不擦都可以 在後面,通常我都會在後面擦布 在後面 因為前面擦布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胸口落 去背部的方法 現在是背部的方法 現在是背部的方法 就是背部的方法 然後我一直坐在這裡 走在這裡 前面也可以 前面就是胸口向地 後面就是背部的方法 坐下 慢慢拆開背部 所以這個方法 可以 好,然後還有一種呢 嗯 還有一種呢 就是靈胸分部 靈胸分部 靈胸就是… 哇,這個方法比人家 好,踩住半部 不知道有沒有做過這個動物 或者有事嗎 這個位置 穿前 這個有沒有做過 有做過這個動物 有做過這個動物 初斑 有啊,你很習慣做過 我做過這個動物 踢住半部 摸一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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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踩著半部 分發 手摸著後面 打開 踩半部 接著變成指紋 分開 有多久 摸一摸 可以做過 再用來做這個動物 先做一摸 一摸